越近了相信很多朋友都要开始关注起年货来了 都要背起来了 我们今年因为特殊原因就不能回老家过年 所以陆陆续续的买了一些年货 准备寄回家给亲戚 还有给自己的父母 前两天托上海的朋友给买的一大盒人参 今天也到了 具体的品相如何我也没有看过 刚刚把箱子拿回来 这盒人参是带有礼盒装的 但是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也没有见过食物 只是朋友发了一些照片给我 我现在来拆箱看一下 这个人参的礼盒看上去还是挺高档的 尤其是这个参的花纹图案 我还是觉得挺喜欢的 感觉挺形象的 这里面还有一张单子 就是一些人参的一些简单的吃法 这次先买了一斤的 因为不确定品相如何 毕竟没有看到食物 但是这样看来还是不错的 正面是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说明 那背后呢就是关于一些人参的介绍 比如说方法呀 产地呀 总体来说 这样的包装看上去还是蛮有档次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家里面人用的话 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浪费了 没有必要用这么夸张的包装 它这个人参我觉得看上去品相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发货之前有让他特地的给我挑了一下 看上去还不错 以前都会买西洋生片给爸爸泡水盒 但是今年老人家做了一个小手术以后 体质明显是弱了很多 所以改成了生晒生 因为西洋生它的性能会偏寒一些 长期用的话体质弱的人 体质偏寒的人是不太适合了 像这样的生晒生它的性能会偏温厚一些 不管是体质虚弱的人 还是体质偏寒的人 还是体质偏热性的人 都是可以吃的 泡水也好 还是炖汤也好 还是泡酒也好 都是可以的 至于像我爸爸这样年纪大的 我觉得用这种生晒生的安全系数会偏高一些 今年过完新年 我爸爸就66岁了 我们老家那边有一句俗语 叫66吃刀肉 就是爸爸66岁的时候 女儿呢要买一刀切下来的肉 这一刀切下来 如果是六斤六两 八斤八两 或九斤九两 那这个吉利数字是最好 但是现在生活条件都好起来了 我觉得如果光买那么点肉 还是差点意思的 所以现在也在想办法 solo一些什么比较实惠一些的 适合老人家的一些礼物 不知道你们那边老人家在66岁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没有 子女要送一些什么礼物 会比较合适一些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下方留言哦 好了 那